- 接下來這個議題還沒辦理採購 我想我們都提到說採購跟所謂的現在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辦理採購 我都跟大家做一個形容說 不要手術成功人死亡 就是說辦理採購一定要依法行政 而且不要傷害到自己 第一個前提就是有關於利益衝突要迴避 我跟各位來報告說 所謂的利益迴避在古時候古業府君子行裡面 所提到的說君子皇未然 不處瓜裏賢 瓜田不納裏 裏下不整罐 就是說如果你在這個瓜田底下 這個綁鞋帶會讓人家誤解 你是不是在偷這個瓜子 那裏下不整罐 就不要整這個罐就是帽子者 不要被人家誤解說你在脫拔這個理智 那這個就是說要懂得迴避 所以說他引申為君子應當有所避嫌之疑 那致意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 那我這裡要先說明利益迴避 各位把它放輕鬆一點 就是說假設你有利益迴避情勢 那你要做迴避 那什麼叫迴避 你本來應該要辦的案件 你就可以省下來不用辦 所以不要以為說利益迴避 是會這個危害到你的潛力 假如你遵守的話 反而對你的這個採購案件 能夠順利的完成 不會產生其他的副作用 那迴避有幾種情形 那第一個在採購法 第15條第二項裡面就規定說 機關人員對於採購有關的事項 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 以前是三親等 這一次修法把它變成二親等 範圍又縮小一親等 裡面的親屬或共同生活的家屬之利益時 應行迴避 那在採購平行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4條裡面 也規定到說 本委員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替辭職或以解聘 那第一個就是 就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的 親屬或共同生活家屬之利益 那第二款是 本人或其配偶受貧賢廠商 或其負責人間 現有或在三年內曾有雇佣 委任或代理關係 那第三款是 委員認為本人或機關任其有不能公正行職職務之餘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申請自行迴避 這個是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那第二個一個叫命令迴避 就是說採購法第15條第三項 這個機關首長發現其前項 人員有應行迴避之情形 未依規定迴避者應令其迴避 並另行指定人員辦理 那換句話說 如果機關知道的話 也可以命令他迴避 這個是法有所規定 第三個是申請迴避 採購評刑委員會第14條 第1項第4款 認為說 有其他情形 使受評刑的廠商 任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餘 經受評廠商 以書面序名 理由向機關提出 經委員會做成決定 那廠商可以申請迴避 這個是相關的法條 跟各位來做一個報告 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也有相關的規定 就是公職人員服務的機關 上級機關指派臨聘任機關 之公務人員有應自行迴避 而未迴避的情勢者 應依職權另起迴避 所以這個是利益迴避 有這樣的規定 我跟各位講一個案例 像以前我在服務的機關 有一位同仁升官到某一個 另外一個機關當所謂的主任秘書 結果他要離職前就跟我提到 他的要新服務的機關 他太太是那邊的所謂的約故人員 他會問我說我會不會因為我這樣去當主任秘書 那因為利益迴避的關係 會讓他太太沒辦法繼續來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考量到他工作前的一個保障 那我就跟他提到說 這個部分就是一個利益迴避的點 那有這種利益迴避的話 你向你的主官長官來申請說 萬一因為約故人員一連是一聘 譬如說或者是約故人員的考核 跟他這個配偶有關係的部分 你要申請迴避 那申請迴避代表什麼意思 有關於這樣的案件 他就不需要再合章 那這個就是達到所謂的迴避的一個效果 所以利益迴避 如果你遵守 確實可以保障你的一個潛意 那有關於採購人員的利益迴避 剛才有提到說這個採購法 第15條有規定到了 那再來這個解釋令也提到說 機關首長發現前向人員有應勤迴避的情勢 而未依規定迴避者應令勤迴避 並另行指定人員來辦理 那這個時候這個法令也講得非常的明確 那這裡所提到跟這次修法也有提到的 各位 他這裡提到說機關人員 無論業務需求使用 承辦兼辦的採購單位人員 包含機關首長你的主管 對採購有關的事項 預有利益衝突為均應迴避 那換句話說這個只要辦理採購 只要有蓋到張的人員 就要特別注意一下說 有利益衝突迴避的這樣的一個規定 那像這個解釋令 他就有提到說 這個機關要辦理地世界中日 國家公園 即保護區經營管理研討會 涉及政府採購法的這個疑義 工程會給他的答覆是說 你貴族要辦理這個活動 承辦人員兼辦採購人員 如果有擔任投標機構或團體之理監視 應一散開規定迴避 如貴署長擔任某機構或團體的負責人 該機構團體不得參理本項的採購 那這個部分也講得非常的明確 有相關的利益迴避的規定 第二個投標廠商也有利益迴避的規定 常見的是在採購法施行細則第38條 他這裡講到說 機關辦理採購在招標文件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截標對象 分包廠商或協助投標廠商 尤其在第一款第二款特別有規定說 提供規劃設計服務的廠商以該規劃設計的結果辦理之採購 他這個意思說如果你請一個廠商辦理規劃的一個案件 那事後他後續的如果有所謂的設計監照的案件 這個時候廠商就要做這樣的一個回避 那第二款待你招標文件的廠商以該招標文件辦理之採購也有這樣規定 各位跟各位報告這兩款在這個細則38條的第二項就有規定到 他說前向第一款第二款的情形如果沒有利益衝突或不公平 競爭之意經機關同意者得不適用後續的採購 那這個解釋令等一下的簡報也有我事先提一下 他說假設這個規劃廠商表現是良好 你認為說他也有這個能力來做這個後續的設計跟監照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必須將這個規劃的成果公開這個採購案的資訊 放在這個採購案的裡面 讓所有的投標廠商都能夠事先的知道整個規劃的成果 那第二個也要經過機關同意這兩個要件 才能夠讓這個規劃廠商參與後續的採購 但是在第三款第四款就沒有這樣的一個除外的情勢 他說因為旅行機關的企業而知需其他廠商無法知需或硬密密之資訊的廠商 以使用該等資訊有利該廠商得標的資採購 那這個第五款提供專案管理 應該還有第三款提供審標服務之廠商以該服務有關的採購 那這個部分都有這樣子的一個規範 再來這個就是剛才提到的解釋令 就是說工程會說如果你將你的前段的規劃成果若以公開 為規劃廠商並無競爭優勢 就符合到細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的無利益衝突或無不公平競爭之以 得參與後續階段的設計服務 所以這個解釋令也講得非常的明確 而且必須要經機關所長的同意 這個兩個的一個構成要件 那這個是我辦理的一個採購案件 那的簽成的資料也給大家做參考 比如說像以前我經辦的一個採購案件 那這個因為這個規劃廠商表現不錯 所以我就簽報給機關所長說 這個採購案件這個文件公開試營 以維護到規劃廠商的這個潛力 不能說它規劃 因為為什麼會有這樣子 各位要知道規劃的所謂的服務價金 都是一般來講說占差不多十分之一 那其他的設計跟這個所謂的監照 這些的後續的採購 佔了百分之九十 如果所有的規劃廠商沒辦法 做後續的採購的話 我跟各位報告 以後規劃的這樣的一個業務 要的採購業務非常難推行 所以採購它的立法的一個要件 所以相關的這個簽成放在這邊 那最主要的是第二說明二 我就說本案的採購前 商請某某公司來做這個評估及規劃作業的參考 那成效良好 有意採購的一個效益 那既採購公平性跟規劃廠商 如果符合細則三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 就是沒有利益衝突或不公平之以 人據參與投票資格 所以我就把它簽給機關所長 然後就說本案是符合到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三十八條第二項的規定 在沒有利益衝突或不公平競爭之以下 將言規化的文件公開於機關的網站 並同意這個言規化廠商參與本案的投票 所以這個案例給大家做參考 那這個解釋令也是一樣 投票廠商 參加這個所謂的評選的時候 他是一個評選委員 他知道以後想參加該投票案件 那工程會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評選委員事先已經知道 這個投票文件的相關資料 那這個時候就要所謂的回避 那這個回避包括不得參加投票 作為截標對象跟分包廠商 或協助投票廠商 那相關解釋令 這裡也有提到說 這個投票除了有 那個所謂的無利益衝突或不公平競爭之以 經貴公司同意的情形外 該工程設計硬不得參加投票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案件在統包的案件 他已經拿到設計案了 但是監照的部分 是如果還由這個設計者來做的話 那就會造成利益衝突迴避 所以他就不能參加這個所謂的投票 那這個案件也是一樣 就是給他做一個參考 那另外還有一個採購評選委員的迴避原則 那採購評選委員的迴避 剛才有提到 那個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4條 剛才這裡的規定放在這邊給大家做參考 那第14條之一剛才也有提到了 那這個函是比較重要 投票文件手術的人力組織 參與或協助該採購案之 相關人員金屬之 換句話說 所謂的這個要迴避的這個對象 是這個評選委不能參加這些的一個範圍 那另外這個解釋令也是一樣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最後一個旋轉門條款就是在採購的第15條 第一項也有規定到說旋轉門條款 就是你在三年內離職的三年內 該離職人員離職前五年內曾擔任 採購的承辦跟監辦 那這個是有這樣的規定 那所謂的代理廠商及接洽處理 也是指代廠商以書面或口頭方式 像嚴任職機關洽判失誤 這個相關的規定都放在這邊 給大家做參考 那這個也是相關的一個解釋令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就是其他人員 那其他人員這裡面就是有這個解釋令 假如某一個委員跟這個採購案沒關係 但是他因為在討論的時候 可能對這個案件會有所了解 所以這個解釋令說 這個委員也不宜再參加 後續這個採購案件的 以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利益迴避的規範的一個函視規定 給大家做參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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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